在文藻教学很多年了 学习东南亚有相当不错的环境 在我们西商的学生 跟我们戏外的选书的课程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同学们是非常的认真的学习 所以他们的好奇性 值得我对于整个东南亚学习的学生的学习态度 我都是非常肯定的 学生上课基本上都会做笔记 有一种感受是 有不少同学对东南亚是具有好奇心 来学泰语的学生很有心 想要学泰文 可是有些人真的很难 然后中间也有放弃 其实如果你可以度过那个难度 你之后就变成独一无二 他们也不断地发问 说到底这个东南亚最近的发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东南亚学习 不是只有学习语言课程 我们在政治经济方面 都会有全方面的一些课程 也不止语言 然后也会分享国家的民情啊 风俗啊 饮食文化等等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在东南亚学习的所有活动里面 让我学习到不一样的经验 也体验到很多不一样的文化 你好 你从哪里用 ? 我从学校 为什么我选择文化 我认为文化是因为文化是al语与美濃 我认为文化的文化 我身为文化是al证习家 因为幫我们的学习 很多学习与中间的学习 也能比联名语业 和和我语业 重新的文化 你自己做什么 蛇西的宗旨呢 是要怎樣能夠跨越東南亞的世界人 為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呢 我們的課程安排了區分了三種類型 一個就是東南亞的語言 第二個是東南亞的專業 第三個是英語 我們非常鼓勵同學能夠加入我們東南亞學系 學習東南亞的語言、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社會 能夠成為台灣未來新南向新的驚喜